翻譯可以寫重一點 這個周圍馬寫的特重 G 馬 哎呀 讓我轉一下好了 那這邊 斜仔 斜仔是因為 旁邊還有一個 G G寫重 寫寬 但是寫低 第一是因為 讓它壓下來的感覺 往右下角 10 它有寫過就造型 就是這麼簡單 擠上去 撇 點 飄出去一點 長 這個圖寫過很多次 造型 然後長 長 就把那個陽字 換它來用 出風 出風 畫 也有寫過 左邊這個寫的重 然後右邊寫的輕 高 抬高 沒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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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這個4跟1啊 有時候你會搞得亂七八糟 因為有時候常常都少一筆多 一筆多有可能 然後我們現在就盡量寫的正確 但是如果你古代人有寫過就不算錯誤喔 如果有個比較有名的大樹瓦家寫過都算 都算對 但是你自己編的不算對 但是你自己編的不算對 我想把草寫稍微重一點喔 因為等一下下面有個木字 木字櫻浮精說寫過 可是他把它寫得好 好瘦 木 木櫻浮精寫過 所以我就不想幫他照寫 那這個他飄的比較出去 那這個點點的比較裡面 木 Nine Nine 在寫輕輕頂上去 撇點 Nine 上面是刀 現在是刀啦 古代還有別的寫法 都算對啦 現在標準是寫刀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寫標準 書法本身就沒有標準 藝術嘛 很多時候沒有特別的標準 只要大家看得懂就對了 只要大家看得懂就對了 那看 那應該是最大的 他寫過超多次的 挑一個你喜歡的 你記得住的 好來寫 如果記不住 那就寫差不多就可以了 寫字其實也不可能完全一樣 就你看他自己每次寫 每次嘛都不一樣 如果你每次故意寫的跟他一樣 他還覺得你怪怪的 為什麼寫的都一樣 他好不容易每次寫的不一樣 那你每次寫的跟他一樣 所以那個叫做特質要一樣 那外型上可以差一點 方 方他沒寫過 他寫過萬字 那萬字 的間體字 這個 就是 加一個點嘛 就方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他沒寫過 你就要去考慮 他哪個字可以猜出來用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